闫明熙、尖天文和闪正峰 这一位声梦传奇两代学员 合作的新歌《Head Trick》 宝拍MV画面 Gigi早前因不幸确诊 康复后随即开Turbo工作 Gigi埋位时显得精灵活泼 还即时铺上网和乐迷分享 之前Yumi都说过这首歌难跳 难怪Gigi这一天都有一点嘴嘴 不过就是这个尴尬又不失可爱的笑容 我们原谅你了 有没有说小师弟、师妹 都有可能向你偷诗的吗? 没有啊 跳舞这件事千万不要跟我偷诗 我是完全 跳舞真是妈妈真是妈妈信我 但自己都喜欢可能动一下 或者平时都有练一下舞 我记得我学跳舞的原因非常搞笑 就是我家人 那时候是我开始学唱歌 我才学跳舞的 大概十二、十三岁左右 我是跳那些流行爵士 嗯 那我就不是跳那种 真的非常之劲 虽然上堂的老师 都教得非常之复杂的动作 但是我学跳舞的原因 正是因为上台可能的手动一下 哦 因为我之前在上台唱歌 我完全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就是这样唱 我是完全不会有那种这样 或者是这样 或者是走路 我完全没有 所以我学跳舞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 Wendy为了拍摄效果更好 特意去排舞 虽然只是短短时间 但看她跳得这么轻松 真是有板有眼 因为我只是上了一堂的时间 而那一堂的下午 我刚好要去音乐会表演 所以就只学了两个小时左右 然后回到家之后都不停地想 但是没有特意去跳 但是想完之后我都觉得 哦 都能跳到 现在练习也觉得OK 是 Ashi呢 我就有自己练过的 但是我比她更加差 我是一堂都没有上过 我有上过大概15分钟左右 因为那天要趕着彩排 速成班来的那样 上了15分钟 然后其实真的学了 一点点就走 然后都是自己看片 是 可能跳起舞 或者有时Yumi有交流一下 没有 没有什么交流 都没有 没有什么交流 但是平时可能有些跳舞的表演之前 我就会找一个老师去帮我跳一跳 就是整理一整理舞步 但是没有说一个星期跳几次 这样就没有 星梦全其二决赛在职 10月2号晚冠军就会诞生 三位师兄师姐和观众 一样期待这个紧张时刻 疫情机会为学员们打气 分享比赛心得 我有看他们唱歌的片段 大家都非常之厉害 还有你说有没有沟通的话 我想都是有些沟通的 就是他们会在社交网络上面 就会跟我问一些问题 那我自己都有答他们 还有都有跟他们加油 还有在这段期间 相信都会经历有一些 大大小小的压力 不过只要是自己可以享受这一段过程 和吸收到最重要的经验 那就可以更上一层了 决赛就算发挥得好 还是不好也好 都不会影响你下一回合 因为都没有下一回合了 所以尽情把自己所有的东西 施展出来 我觉得观众一定会看到的 反而我是没有主动去找他们 但是他们会主动去找我 特别是Six 的小妹妹都会找我 你当时的经验和紧张程度是怎样 你要怎样去缓加你的紧张 但是我主要都是跟他们说 就是做回最好的舞台就OK 所以就不用想太多